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请大家低头莫倒预备心 请示情续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诉说他的歧视 因为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阿们 耶和华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弟兄姐妹们平安 请大家起立 经上说 每日早晚站立 称谢赞美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我们现在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主啊我赞美你 因为你 因为你奸选了我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寻 主啊我赞美你 因为你 因为你爱了我 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 充满整个山河 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 你的爱曾经离我们去生活 谁不想你去生下班 谁不想你高唱赞歌 我们为大地神啊 我们为大地上帝 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说不尽你的死爱 尝尽你的公义 在这广阳的大地上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谁不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赞美你 因为你爱了我 因为你奸选了我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寻 主啊我赞美你 因为你爱了我 因为你爱了我 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 充满整个山河 你的爱曾拥救多少人 你的爱曾经离我们去生活 谁不想你去生下班 谁不想你高长参格 我们为大地上帝 我们为大地上帝 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说不尽你的慈爱 尝不尽你的公义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谁不感谢赞美你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谁不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感谢圣灵实时的提醒 大不得我们从主支取力量 刚强壮胆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主耶稣基督得胜 主耶稣基督得胜 我愿我愿意 我愿将你花余生藏在我心 我愿意 我愿意 做路上的光 求你带领我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愿意 好让我一生 等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我愿意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一年 使我的一年 使我能够遵行你之意 我愿将你身藏 放在我心 做路上的光 成为我脚前的灯 哦主 求你坚固 我心心 我的力量 使我的勇敢向前行 你 因我 知道有时 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全能的上帝啊 你创造了天地 你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 又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 叫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 罪得赦免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主啊 愿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我来到主 生命是家前 爱求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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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静我最前 主把费写 把我心吸尽 荣耀归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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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荣耀归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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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宝贵写 把我心洗净 荣耀归出名 主宝写全能洗净最前 我最喜脱心快乐难言 主拯救我 是我的结境 荣耀归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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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把费写 把我心洗净 荣耀归出名 宝血全能丰富又甘甜 快来就祝福 付出交线 主宝贵写全是你的完全 荣耀归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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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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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祿的荣耀归主名 我们在天的阿爸父神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与我们同在的圣灵 孩子们今天 我们来到你的殿 我们敬拜你 你是那荣耀的主 全能的父 你的名在全地 是何其的美 但有气息的 都应当在你面前 匍匐敬拜 你不仅是那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你更是在我们身上 行了奇妙式的父 你在创世已先 你就预定了你的救恩 拣选了我们这些 本来不配的人 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的污秽 而离弃我们 你却让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用主你的宝血 来洗尽我们的罪钱 赐给我们丰盛 而又宝贵的生命 主你的恩典 是何等的浩大 孩子们为此 我们要献上 我们的感恩 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 继续行那奇妙的事情 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 渐渐地活出 主你的样式 让我们可以顺着圣灵 凭着信心 与主同行 让我们每一天 能够远离试探 让我们每一天 都来敬拜你 把我们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都献上 为你来所使用 因为我们是 蒙恩重生的人 我们也应当为主而活 求主就来使用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 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一生 来背负你的十字架 没有惧怕 只有你的爱 愿主你今天早上 你的灵就来运行到我们当中 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让我们在你 主你里面 我们能够敞开我们自己 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我们这位 敬拜你这位在天的阿爸父神 你让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 不逃足你喜悦的地方 我们愿意悔改一生来跟从你 我们不愿意做表面的基督徒 乃愿做一个新造的人 做一个从心里敬畏你的人 愿主你就来 愿纳我们弟兄姐妹 发自我们内心的赞美的歌声 求你用你的话语 借着我们牧者的口 提升我们的灵性 让我们今天可以被圣灵 再一次得着 让我们今天 信心也再一次被兼顾 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敬拜 从头到尾都恭敬地仰望 在恩主的手里 求主你圣善的灵 从头到尾来带领我们的敬拜 我们如此地祷告 感恩赞美 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 今天我们正道的是 我们的李牧师 他今天 他今天讲正道的题目是 做礼拜 这是第一讲 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 第三章十二节 只有一节经文 好我们一起 可以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第三章 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 神说我必与你同战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 我们上礼拜有十二位朋友 他们受洗信主 成为主的门徒 加入教会 我们为此感恩 那我们在做当中的基督徒 我想我们也是过来人 信主之后 我们生命有新的改变 生活也会有新的调整 那最明显的一个调整是什么呢 礼拜天多了一件事 礼拜天要干嘛 要做礼拜 礼拜天要做礼拜 那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那我们做礼拜 那我们做礼拜呢 这个是我们信主之后 好像在生活当中 一个新的安排 但是呢 我们做礼拜 有人就问你 礼拜天你上哪了 我们去做礼拜 去做礼拜 你是真的去做礼拜 做礼拜堂做礼拜吗 好像也没错是吧 大家礼拜天就是 坐着聚会 刚刚唱诗 我们现在比较多一点 赞了 但是好像大部分时间 我们还是坐着 好像在那边坐礼拜 但你听到坐礼拜 这个词呢 到底应该用哪一个坐 我们中文 这个是可以同音的 破音字 如果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呢 好像是描写一个实际的状况 但是显然这个词 挺被动的 对不对 也没什么活力 坐那边 把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多一些 把时间挨完了 好像我基督徒的责任就了了 那这个是这样子一个被动 没有活力的 谁要参加呢 如果是我还没有信主的话 听到以为是坐礼拜 那我想 那省了吧 可能我还早 我还不想来参加 可能会让人退避三舍 那显然当这是一个误解 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也不是用这个坐 在椅子上的坐 来坐礼拜 不是的 我们是用前面那个坐礼拜 做事的坐 那这个坐呢 怎么解释呢 可以说 他现在干嘛 他在做功课 他现在 他现在正在那边 正在那边做什么呢 他在做运动 那这个坐呢 就是什么 是参与 是参与 在进行的 是有积极主动的成分 那我们来到主日的崇拜 我们一般也可以说是敬拜 我们来敬拜主 只是积极跟参与而已吗 到底敬拜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想这是我们 不论基督徒或者是出信主的 我想我们都要明白 好像我们每一次 就算是我们坐在教堂里面 一起来敬拜 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明白 敬拜的含义 敬拜的含义 那今天要从 初爱集记的一段经文 跟大家思想 为什么从初爱集记 一段经文跟大家思想呢 因为初爱集记里面 记载了 我们可以算是 人类第一次集体的敬拜 集体的敬拜 那在这段以色列人 初爱集的历史的当中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特点 它有一种预表的含义 也就是什么是预表呢 就是在旧约里面 它在历史当中 发生过一些事的特点 那些特点呢 预告了 或者说表现出来 在后来的世代 特别是新约 教会的时代 或者耶稣的救恩的里面 这些特点 也显现出来 那所以在旧约里面 这些的特点 就是叫我们称为预表 称为预表 我们等一下会举例说明 那我们 对旧约的历史呢 如果有新来的朋友 不见得熟悉呢 简单提一下 基本上大概 你就可以记得 在圣经的第二卷书 第一卷书是创世纪 的末后的十章左右 就讲到以色列人 他们到了埃及 逃避饥荒的缘故 就去了埃及 然后后来法老王呢 就开始恶待 这些以色列人 把他们当免费劳工 那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开头 就讲到他们的受苦 那所以 先记得有一个 在埃及地的时候 他们受苦 上帝就差遣 摩西 要把他们带出埃及 到上帝为他们 预备的迦南美地 那这个过程呢 当然不容易 因为法老王 怎么甘心 让这些免费劳工 就这样子一走了之呢 因此一再地拦阻 上帝用了十次的摘殃 击打埃及 第十次特别严重 是要埃及连人带兽 所有的长子都要死去 而且在一个晚上 就立刻死去 这么严重的摘殃 让法老王才松手 让以色列人离开 但是他们还经过一个 很大的一个拦阻 就是红海 因为法老王后来又后悔 派了追兵来追杀他们 但是上帝让红海 能够分开 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 而把埃及的军兵 追来的埃及军兵 就淹没在红海里面了 所以以色列人就因此 走过红海就得救了 所以出了埃及之后 你就看见一个关键点 在红海 那红海之后 他们就要到西乃山 神呼召他们去这个山上 来敬拜侍奉神 那所以 出埃及记 从十九章到四十章 你就看见 第三个地点 就是西乃山 在西乃山上 上帝颁布实戒 给他们律法 律力典章等等 所以出埃及记 你可以记得前面有埃及地的受苦 然后有红海的危难 神的拯救 然后第三就是西乃山 西乃山他们的敬拜 跟上帝颁布律法等等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在参加 现在在教会 在上的生命述查经 就在讲出埃及记 我没有去看那个内容 所以讲的呢 若有雷同 这个纯属巧合 那如果你想细看呢 你也可以去参加这个查经班 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好的收获的 但是呢 我今天要从敬拜的这个角度 来跟大家来思想 出埃及记的这些特点 那今天也只能讲到 敬拜的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可以说一个起初的部分 但是也是重要的 那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 特别是出埃及的这段过程里面 也有好些特点 其实是新约耶稣基督救恩 正反映出这些特点 这也就是两边的特点 有相似对应的关系 举个例来说 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从奴仆 被神差遣摩西带领他们 脱离埃及地 以至于他们得到自由 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 讲到以色列人的这一段的历史 然后在新约里面 那主耶稣呢 也就是上帝拆了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呢 我们也是奴仆 没有啊 我们是自由人啊 怎么是奴仆 我们是罪的奴仆 因为耶稣讲了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们改不了 被这个罪 被坏习惯捆绑住了 所以我们是罪的奴仆 但是主耶稣叫我们得自由 我们就真自由了 所以你就看见 从奴仆到自由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中 这是一个预表 这是一个预表 那不但这个是预表 从羔羊带俗的这样一个特点 也是有预表的含义 也就是刚才不是讲到 他们要从埃及离开的时候 第十灾 灭命的天使 要使埃及的长子都死亡 法老才松手 但是以色列的家庭 他们因为上帝告诉他们 要宰杀一头羊羔 把血涂在门楣上 有点像我们的门帘 过年的门帘一样 就是对联一样 以至于有这个红色的血 在门框上 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了 越过去了 就pass over 那这个越过去呢 从那一次他们以色列的长子 都没有死亡 所以他们等于算是得救 他们被保存下来 那这个就作为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 要过的玉业节的 一个纪念的一件事 那所以这是叫玉业节的羊羔 玉业节的羔羊 被宰杀的羔羊 代鼠好像代替他们死了 那在新约里面 耶稣基督救恩里面 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只 代罪的羔羊 所以耶稣的先锋 看到耶稣的时候 当时就说了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 然后在哥林多前书 五章七节那边说 你们既是无效的面 应当把旧效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心团 因为我们玉业节的什么 羔羊基督已经被杀 献祭了 所以你就看见 旧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那个被杀献祭的羔羊 就是玉表 新约的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玉表 那这件事情 我们了解这个玉表的含义呢 我们就看见 在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 离开埃及 神使他们离开埃及 神要他们做什么事呢 做什么事呢 如果照我们一般讲 如果是 一群犯人也好 一群奴隶也好 一旦有人把他们带离自由 他们一定是什么 鸟兽善 对不对 但是神要他们离开埃及 是有目标 是有目的的 也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出来 这些百姓要去哪里呢 要在这山上侍奉我 所以先是在西乃山 先是到西乃山 那这就是 神要保证带领他们去的地方 带领他们去的地方 那这个 这件事情 你看也是一个预表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他们得救之后 不是无所事事 而是要侍奉神 侍奉主 那我们新约 我们被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我们是不是继续快乐地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呢 不是的 我们也是有一个使命 或者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 我们能够成为一般侍奉神的人 侍奉神的人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七十五节 那边新约里面就讲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背出来 就从撒旦的手里救出来之后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怎么样 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怎么样 侍奉他 所以你也看见 也同样是侍奉 同样是侍奉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 不论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第一件事要做学的功课 也是你我基督徒 我们信主之后 第一件要学的功课 就是敬拜主 而且圣经这个字呢 这个敬拜呢 这个侍奉呢 其实就是敬拜 跟敬拜是相通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三章十二节 用了这个侍奉这个字呢 到了 我们看见 怎么去解释这个侍奉呢 到了十八节 神就吩咐摩西说 跟摩西讲文化 也跟摩西说 你去见法老 要跟他这样说 那跟法老讲的时候 你看那个侍奉的字眼就换了 字眼就换了 换成什么 祭祀耶和华 因为法老可能不懂 什么叫侍奉 所以就要让他比较明白 就是祭祀 就是献祭的意思 其实呢 这让我们看见 在旧约里面 不只是这一处的经文 这样子一个对照的解释 而在圣经当中 那个侍奉的那个字呢 常常也用在做 敬拜者的侍奉 来使用 所以敬拜跟侍奉 其实是相通的 敬拜就是一种侍奉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你我 我们一起在那边敬拜 不论你是在听到 我在讲道 或者有人领思 有人做其他的服事 我们都在侍奉 包括我们唱诗 各方面 我们都在侍奉 而侍奉的人 也一定要存一个敬拜的心 也就是说 我侍奉不是在 显出自己的才干 恩赐能力 而是我在敬拜 带着一个恭敬敬拜的心 来工作 不论你做膳食也好 你管交通也好 你做私事也好 我们都存一个敬拜主的心 敬拜主的心 所以你看 本来一个软弱败坏 做奴隶的人 他怎么可能来敬拜神呢 或者说根本也不认识神 不了解神 怎么会去敬拜神 根本不可能 而且有罪的人 不能见神啊 见了神我们就死啊 那所以能够敬拜神 弟兄姊妹 我们要认识这是恩典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 非常荣耀的呼召 也就是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 来到神面前 连敬拜的资格都没有 那是从主观来看 客观上来讲 法老当时也不让他们去敬拜 对不对 不让他们去献祭 不让他们去祭祀耶和华 所以从客观上来讲 他们也到不了西乃山 没办法来敬拜神 所以他们能够敬拜神 也是神的恩典 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 他们才能到这神的山 来敬拜耶和华 敬拜神 所以这是一个荣耀恩召的侍奉 弟兄姊妹 这个是让我们看见 这是何等荣耀的 是神恩典之下的一个侍奉 恩典下的侍奉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第一件事呢 为什么我们要学第一件事呢 你看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 埃及是拜偶像的 日月星辰他们通通拜 所以以色列人受他们 当地宗教风俗习惯的影响 拜太阳 拜月亮 拜动物 拜鸟兽等等 这是严严地得罪神的 把永生神当作 以受造之物来代替永生神 所以他们第一 出埃及之后 第一件事要戒除偶像 就像你一定 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要跟过去的这些习惯 要切断 所以你看在消极方面 这是要戒除偶像 积极方面 他们要回转归正 也就是从今以后 戒除偶像怎么办呢 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那以后这条路怎么走 你要摆对位置 不摆对位置 以后还会照样犯错 当以色列人后来 也还是有犯错的情况 但是至少上帝已经告诉 告诉他们 也告诉我们 你信主之后 你要摆对位置 第一件要学的功课 懂得敬拜 敬拜神 那为什么这是一个 摆在守卫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中文老祖宗 都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宋代以后的 五轮里面讲什么 天地君心师 这五轮里面 什么摆第一个 天嘛 天代表至高上帝嘛 所以你就看见 你就看见 在我们老祖宗里面 也明明当中知道 有一个次序 什么是摆在第一位 就是上天 就是这个至高的上帝 在一切生活的里面 敬天 我们说敬天法祖 对不对 敬天还在法祖之前 法祖之前 敬天放在首位 我们才不会 把祖宗当作偶像 如果我们不懂得敬天 我们只是法祖 我们就把祖先当作偶像 所以我们中文很多时候 祭祖祭祖 基督不祭祖 基督也祭祖 我们祭祖是什么 我们纪念的纪 不是基拜的基 因为真正 我们的祖先 也不过是血肉之躯 祂也不能够保佑我们 祂也不能够 因为连自己都保佑不了 对不对 都要死亡 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所以敬天 应该是摆在第一位 我们中文有时候忘了 只讲了法祖 忘了 敬天还应该放在首位 那如果敬天 我们认识的话 我们就知道 真正敬拜的是那位永生神 而按照永生神 所定规的 我们可以 当然也应该 纪念我们的祖先 他们对我们的恩惠 或者是帮助 或者是榜样 那圣经有没有说呢 圣经有真言 真言说什么 真言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 智慧的什么 开端 什么是开端 第一嘛 对不对 就是放在首位嘛 放在首位 所以第一件事 叫敬畏耶和华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 除了埃及要学习敬拜 敬拜 也就是因为这是第一件事 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那我们过去 或者是拜很多偶像的 我们一定要在 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奉主耶稣 切断过去跟偶像 任何的关联 那你说我无神论 我从来不拜偶像 我没有偶像 真的没有偶像吗 很多时候我们说 你信什么 我什么都不信 我信自己 那所以你偶像是谁 就是自己嘛 你最大 你信的就是自己 你还是信 你信something 你还是信什么 有些人说信睡觉 信睡觉 什么睡觉 他也不知道 他在信什么 那也可能有些人是 信什么 信某种享受或者欲望 所以他说 我没有神 我无神 但他有 他心中有男神 有女神 有财神 还是有神 还是有神 还是有偶像 这些都要求主 帮助我们把这个内心 清除干净 从敬拜当中归回 将荣耀敬拜 归给独一的真神 那不只是如此 我们把过去的解决了 那我们现在搞 搞对位置了 我们敬畏耶和华 我们向前走 向前走 走到哪里呢 那个 那个前面有多远呢 前面有多远呢 我下面一张 投影片呢 你就看见 以色列人的敬拜 他们先到西乃山 到了西乃山 不是停在那边 上帝叫他们 预备好之后 建好会墓 颁布实践 建好会墓之后 还要向前走 去到迦南地 到迦南地是什么 他们还建了圣殿 建了圣殿 所以从现在西乃山 一开始还没有会墓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们建了会墓 然后再往前走到迦南地 后来再建圣殿 那你看这三个地点 不能说三个地点 三次特别记载的 第一次应该是两个地点 在西乃山 一到西乃山 十九章是正式的一个 集体的敬拜 上帝降临在西乃山 我们看见他在火光当中降临 所以充满了荣光 然后到了四十章 初埃及四十章 最后一章里面 看见会墓建好了 整个会墓充满了主的荣光 后来再进到迦南地 在迦南地后来他们建国之后 然后也所罗门王也建了圣殿 我们看见圣殿落成的时候 也是充满荣光 充满荣光 所以你就看见那个敬拜的荣耀 是越来越往前走 越来越往前走 那到了新约 那个荣光在哪里呢 新约荣光在哪里呢 那个荣光在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耶稣基督从用自己的身体 比作圣殿 然后他在变相山上 也显出他的荣光来 那当然后来我们看见 他在拔摩海岛向约翰显现 也是充满了荣光 这个这边就 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 我们也见过那个独生子的荣光 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你就看见 这些过去的会幕 圣殿 也在预表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那个神的爱子 耶稣基督独生子 他的充满了荣光 而这个荣光 要一直带到永恒里面 当进入永恒的时候 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对照一下 你就看见 在启示录 最后21章的时候 21章 22章的时候 那边就特别讲到 父神的荣光 还有子的光 用灯光来形容 父的光 子的光 充满在天地 以至于我们在当中 一起要做王 来侍奉他 直到永恒里面 所以在那边再次提到 我们要侍奉他 我们就看见 那个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场景 荣耀的场景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了解了 你就看见 今天的敬拜 我们还在整个敬拜的 继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一直要指向 那永恒荣耀的敬拜 永恒荣耀的敬拜与事奉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了解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轻看敬拜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 这是一个从恩典而来 荣耀的呼召 我们有份在当中敬拜 以敬拜来侍奉他 荣耀他名 也同时在预告 预告将来荣耀的敬拜跟侍奉 荣耀的敬拜跟侍奉 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没有马上到西乃山 还经过三个月的行程 那他们一过了红海 就是刚才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 另外一段的经文 就《出埃及地》的十五章 他们在过了红海 在十五章里面 我们看见他们有一场 自发性的敬拜 那个还不是正式的敬拜 是一种自发性的敬拜 好像一种在warm up一样 还在好像是在暖身 那段经文是什么呢 那段经文就讲到 摩西就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 来赞美神 感谢神 这是一个 那这边特别讲到 为什么呢 有个原因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种赞美敬拜 因为耶和华大大得胜 将马和骑马地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师哥也成了我的拯救 然后亚伦的姐姐 也就是摩西的姐姐 女先知米利安也带着妇女 一起几股跳舞 他应声说什么 跟刚才摩西讲的同样的 我们一起来读情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地投在海中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说他们经过这件事 他们得救了 这些埃及的骑马的马兵 都通被淹没在红海里面 不再能追赶他们了 他们得救了 所以他们就在这边 你就看见 在十五章 大家有时间回去 把十五章可以读一下 特别一到二十二节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看见 这边提到几个重要的 也说重要的元素吧 一个就是称颂的人 是什么人称颂 摩西带领一些人 还有米利安带领这些妇女 这些人都是从红海当中得救的人 他们得救 从红海当中走干地过来了 很自然地发出感谢和赞美 很自然地发出感谢赞美 然后我们看见 称颂的内容 包括什么呢 有神的作为 因为上帝大大得胜 将马和骑马投在海中 这个是他们没办法抵抗的 他们手无寸铁 怎么去面对这些 这些批亏代假的 埃及的这些 他们的算是他们的特战部队吧 一路追过来的 他们死定了 但是上帝救了他们 所以他们称颂神的作为 然后他们也讲到 这位神他们经历到 他们跟神的关系 是我的师哥 成了我的力量 我的师哥 我的拯救 然后是我的神 也是我父亲的神 讲到跟神的关系 还讲到神的本性 这个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 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 谁能向你 至圣 至容 可颂 可为 实行 其事 这个跟大家 教过大家唱歌 对不对 耶和华 耶和华 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 谁能向你 至圣 至容 可颂 可为 实行 其事 当然这个不是摩西唱的歌 这个时候 后来的人 把他谱上一个调 把这一节 拿出来 所以你十五章 很多 讲到怎么样赞美神 你可能不见得都记得 十一节 你至少记得吧 十一节我会唱 然后你就可以 当时摩西他们怎么经历 神的拯救 很带领 好 那这个是 我们还看见 不只是如此 还有神的应许 因为他们在唱 不但是神怎么样拯救他们 神还要把他们 带进迦南地 所以在十七节里面 讲到 神你要 你要将他们 领他们进去 在这个 在于你产业的山上 这是讲到未来 讲到未来 对他们当时来讲 是一个未来 是吧 所以你就看见 这一再都讲到 称颂上帝的丰富 上帝的丰富 所以称颂的对象 当然就是耶和华神 如果你把这些 你对照我们今天的敬拜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也是我们主要的敬拜的元素 敬拜元素 有成颂的人是什么 就是以所谓 能恩得救的信徒为主 开始设立了敬拜 当然我们非常高兴 欢迎很多目道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一起 就像当年那些是经过 红海得救的以色列人 是主要的群体 然后今天我们岂不是也是 经过这样一个 从罪恶死亡当中 被主拯救回来的信徒 我们作为一个主要的群体 来举行这样的敬拜 那这样一个敬拜 我们看见 特别是这边讲到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 那神的作为 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历 所以这些称颂的人 是有经历的人 不是唱一些 觉得圣乐很好听 所以我喜欢唱圣歌 就来教堂 那个喜欢听圣歌 那个还是在门外 进到门内 是我体验 经历到这个歌词的内容 也就是刚才 譬如唱的诗歌里面 神在茫茫人海当中 把我找回 把我寻回 把我从尘土当中提起来 哎呀我真的是 本来在茫茫人海当中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 但上帝把我 从灰神当中提起出来 让我能认神 成为神的儿女 这何等大的恩典 所以看见神的作为 这个作为 不单把我 从一些坏习惯 能够脱离 不但我从一个 罪的捆绑当中离开 重新甚至改变了 我们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我与人的关系 等等等等 上帝怎么样改变我个人 改变我与亲人的关系等等 这是神的作为 我们在那边感谢 在那边赞美 这是我们亲身的经历 所以在新约圣经 你会看见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圣经描写什么 口唱心和 口唱心和 因为口里唱的时候 心里也是同样的 我不只是口里唱喜欢那个调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啥东西啊 月亮怎么在老远 它能代表我的心 我喜欢那首歌 但是不见得是 我没有这种经历 经历 月亮真的代表我的心 但是我们上圣诗不一样 我们上圣诗的时候 看见圣诗里面很多歌词 正是我们 正是讲到我们的经历 正是我们的经历 那我们讲到神人关系 在新约里面 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丰富了 我们更清楚了 神不只是我们的神 祂也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祂的儿女 祂称我们为朋友 我们是祂的子民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等等等等 我们是在祂身上的肢体 你就看见很多 很丰富的关系 很丰富的关系 然后你还看见 刚才我们看到神的本性 祂不但至胜至荣 可颂可危 私行其事 满有大能等等 我们看见祂本性里面 这一切的公义良善 和平 这一切的美善的本性 都在新约里面 更丰富的让我们认识 而且还有神更丰富的应许 不但是今生 还有来生 在永恒里面 神的国要如何临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一天 走向什么样一个最终的结束 跟上帝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等等 有上帝很丰富的应许 在新约就更清楚地表明出来了 那称颂的对象 称颂的对象 你如果看出爱集记十五章 那边前面有几节 是还讲到耶和华 他如何 他如何 那表示他是第三者 好比那我跟你对话 我们会讲到他 一个他者 就是第三人 那但是如果我直接跟他讲话 那我就说你了 对不对 所以出爱集记第十五章 我们就看见 在那边前面只有几节 讲到三四节吧 就讲到是用他 后面通通用你 通通直接对上帝的称颂 等于直接跟上帝之间的一个沟通 一个沟通 那今天我们也是 所以在很多诗歌的里面 我们也是说 是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们诗歌对着主来唱 然后我们彼此也可以对唱 互相的鼓励等等 好 那弟兄姊妹 那这个是让我们看见 我们唱诗 我们敬拜当中 很核心的就是一个感恩 赞美来称颂神 那最后呢 我们看见有一个敬拜的 一个重要元素 就是 是一个 是一个集体的 是一个集体的 一个 共剧 那就是你如果看 出埃及记十五章 第一节跟二十节 那边都讲到摩西 和以色列人一起唱歌 讲到米利安和妇女们 一起出去跳舞 不是给个人的 而是一个 是一个集体的 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 称颂神 这就是如同我们今天 一个门徒的共剧 一起来荣耀神 荣耀神 荣耀神 那你可能会说 难道我们不能个人敬拜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从创世纪里面 你就看见 挪亚一出方舟 他就 圣经就讲 挪亚就足坛献祭 当然很可能是带领他的家庭 然后亚伯拉罕 一到了迦南地 第一个地点 就是事件 就在那边足坛献祭 那我们都相信 不但是他个人 也应该是带领他的全家 但是 这 这不 这 这只是圣经有记载的 这圣经有记载的 在创世纪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 个人的敬拜 我们也是鼓励大家 每一天 清晨在家里 清晨不行的话 至少晚上 有一段安静 灵修 默想 读经祷告的时间 那个就是你的个人敬拜 然而圣经 我们看见 在 在 这个 揣集 神不是叫摩西 要带着百姓 带着百姓 来一起的 一起来敬拜 带着百姓 一起到山上 那个他带领百姓的时候 讲到的是什么 你们 讲到百姓 是复数的 讲到你们 讲到你们 那我们就看见 是连大带小 连老带少 全体的 全体的一起到 西乃山下 或者是后来 在西安山 这样来敬拜 一种敬拜 那所以 现在的一个敬拜 现在也就是 他们过了红海 这样一个敬拜 可以算是一个预言 一个预言 那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以后 我们看见 门徒也是一起 聚集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圣经记载 当时的门徒 有120人 他们聚在一起 然后后来 我们看圣灵降临 教会建立起来 当天 圣灵降临 三千人信主 他们怎么样聚会呢 他们横切在殿里 在家里 一起的聚会 所以他们在家中拨饼 因为小范围 要不然人太多 很难做 但是他们也在殿里 在那边一起的敬拜 殿里的敬拜 那是一个大的集合 因为场地很大 场地就很大 初代教会 也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 罗马政府 还有犹太人的逼迫 所以很多都是家庭教会 但是在一个地区里面 如果有机会 他们也都聚在一起 他们是一个全教会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 你就看见他讲到全教会 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全教会 我们就看见 就不只是两三个家庭了 就会有更多的家庭 更多家庭 当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 如何如何 是一个门徒的共聚 门徒的共聚 那同时在这一节圣经之后 23节之后 24节就讲到聚在一起的好处 如果有都做先知讲道 意思都会讲解圣经 把信仰讲清楚的 那遇到有不信主的朋友 在当中进来了 他们就可以被众人 能够跟他们介绍福音 让他们能够明白 让他们能够相信 让他们一起尝到主恩的滋味 那这个就讲到那个好处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敬拜 没有一个实体的敬拜 那朋友 很多慕道的人 他就算在街上走 他不知道谁是基督徒 以至于他有信仰的问题 他不知道找谁可以问 他如果想要来认识神 他不知道到哪里 可以找到合适的人帮助他 那今天有教堂在这个地方 看到我们十一点有聚会 他就可以到时候来参加 可以认识我们 我们也可以认识他 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看见 有一个集体敬拜的时间跟地点 能够对目道的朋友有好处 而且每个人 我们信仰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从不信到信 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但我的问题跟你问题不一定一样 那如果我只是个别帮助你 你可能是懂历史的 那我可能是比较了解科学的 我们两个有时候可能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来到教会 你是懂历史的 你是有科学上的问题的 那我们当中有人是对历史有研究 有人对科学有知识的 就可以跟你有可以比较 可以对口的一个交流 以至于能够帮助你 突破信仰的一些盲点等等 那所以你就看见 这是对目道朋友的好处 但是对门徒本身有没有好处 当然也是大有好处 我们就看见 《以福所书》那边就讲到 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记在一起 对信徒来讲 我们也有心理软弱的时候 我们也有身体有困难的时候 或者生活有难处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知道 我们就很容易退后 很容易被魔鬼各个击破 那如果我们在一起 我们彼此知道 我们可以真正落实地操练 彼此相爱 彼此帮助 彼此扶持 彼此教导 所以门徒共聚 是有很多的好处 这边不能一一地细说 但是对于信仰 如果已经迈向成熟的基督徒 有时候会想 我们敬拜神 难道只是为我们好处吗 当然不是 因为只是为个人好处 实在还很自私 还很本位主义 对不对 那这个在我们起初的阶段 可能是如此 觉得对我有好处 我才会来嘛 但是慢慢我们成熟长大 我们会觉得说 有没有更丰富 更深的含义 我们就说 这到底是不是 我们共聚在一起 是不是神的旨意 是不是要让神能得荣耀 那这是我们想的 就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以神为中心了 那我们看见 这个共聚的敬拜 门徒共聚的敬拜 是神的旨意 这话怎么说呢 刚才我们讲了 摩西 蒙受神的护召 我们看见在那边 是要带以色列的百姓 一起来敬拜 这是一个集体的 这是一个集体的 那我们到了新约 更明白一点是什么 我们认识 神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祂的儿女 我们就更懂了 为什么我们更懂了呢 因为耶稣说 将来在天上的时候 在天国里面 从同同系许多人来 这许多人是什么人呢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 就这样说许多人 那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讲了 原来是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里去 那我们就看见 这些是神的儿女 就是说蒙恩得救 领受了主的生命的 要进到荣耀里去 进到荣耀里去 而且这些人是谁呢 是谁呢 刚刚是 在启示录第七章 那边就告诉我们了 将来从各国各族各方 不论红蓝黄白黑 什么皮肤色的人都有 都在一起敬拜 事奉他 那个是一个大集合 一个大团圆 我想这是天父的心 就是希望在期待 有一天古往今来 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 都能够聚在他的面前 有一个大团圆 我想这也是 今天我们在座 做父母的儿女慢慢长大 有时候到了外地 读书也好 外地工作也好 过年的时候 最期待就是全家团圆 是吧 那所以你就看见 这是神的一个旨意 因为有一天 在永恒的里面 不是你一个人 在里面敬拜神 而是各国各族各方 所有的人一起 神的儿女 要一起来 有一个大的团圆 大的团圆 一个集体的敬拜和侍奉 那同时 这是不是让神得荣耀呢 神得荣耀呢 你看摩西和以色列人 他们唱歌 女先知米利安 跟妇女们也出来 几股跳舞 这是一个场景 对不对 你可以在头脑当中 有一个场景 我们换一个场景 好不好 假如只是摩西 一个人在唱歌 独唱 然后米利安 一个人跳舞 然后也应声说 什么什么 你要知道 当时的会众多少 不是我们一两百人 不是一两千人 那时候的以色列的会众 应该有一两百万人 因为他们 从埃及离开的南丁 就六十万 那加上他们配偶 加上小孩 不两百万了吗 那么多人 一个人独唱 后面他唱啥 他几股跳舞 那个鼓声都听不到 弟兄姊妹 所以摩西是带大家一起唱 然后妇女跟米利安 一起的几股跳舞 所以歌声鼓声 应该可以升达半空 所以你就看见 两个相比起来 独唱跟他们大家的 具体的大合唱 那个声势 完全不能相比 对不对 所以哪一个更丰富 多彩多姿呢 不言可遇 天使懂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 耶稣降生 天使不是一个天使来读唱 来赞美敬拜神 是一大堆 然后将来在天上 我们看见 天使的歌声 唱歌的时候 是千千万万的天使 在那边大声的赞美神 所以天使懂这个道理 那你说我没听过天使唱歌 没错 但你在我们社会里 听过有人读唱 有人也听过大合唱 是有管学乐团在伴奏的 那个声势 是完全不同的 对吧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教会 我们一起的聚会 一起的敬拜 从有人在管交通 有人负责诗事 有人负责音响 有人负责领诗 有人负责讲到 还有整个我们的大合唱 我们弟兄姊妹大合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是整个全部配合在一起 就像以福所书次长讲 我们身体的个体的功用 一起的发挥 彼此相助 互相的配合 叫整个身体渐渐增长 爱中也建立自己 就是在我们用更丰富的敬拜 来荣耀我们的神 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 自己来敬拜 自己唱歌 我可以自己唱歌 我可以自己读圣经 自己讲自己 弟兄姊妹 哪一个更丰富的来荣耀神呢 我相信这也不言可遇了 所以我们这样尽所能的来荣耀神 其实不是说我们神需要这样的荣耀 他本来就已经是荣耀的大君王 我们人再多的线上 也增加不了上帝的荣耀 但是我们华人应该懂这一点 我们叫光宗什么 药主 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来呈现出来 来荣耀 荣耀先辈 荣耀父母等等 但是呢 他不是我们的神 何况我们的神 是造我们的神 救我们的主 我们岂不更愿意用更大的 更美的 更丰富的敬拜来荣耀他吗 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 不只是天使 有大合唱 我们刚刚看过了 天使千千万万 但是还有 也数不过来的 我们也看见 有各族 各国各方 所有的人来敬拜神 所以这是什么 将来不只是天使有份 我们也有份的 所以丁子妹 我们也有份 所以现在的 个别一个教堂 个别教堂有敬拜 其实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一点 我们在rehearsal 我们都在练习 我们练习 我们一个小团体的一个敬拜 有一天我们要join 那个大团圆的敬拜 大团圆的敬拜 所以丁子妹 我们既然一同来敬拜主 我们认识 这是主一个 非常赐给我们荣耀的 一个恩典的呼召跟侍奉 也是我们饮水思源 将感恩和颂赞献给主的一个时光 我们更要借着我们一同的聚集 将最丰富最美好的敬拜 献给我们的主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者我们身体的缘故 或者是政治的逼迫 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来集体的敬拜 我们要求主加添我们心力 我们就不错失神给我们这样一个集体 敬拜神的机会 好叫我们在敬拜侍奉主 不单是容神一人 更是借这个机会 我们互相 每一次我们去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等于我们在互相勉励 我们一同盼望 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在神面前举行更大更荣耀的团圆 一个大团圆的敬拜和永逢的侍奉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可以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句的导文好吗 让我们一起在主面献上祷告 主我愿珍惜你给我荣耀的呼召 一同以感恩的心敬拜侍奉你 并等候未来在主面前的大更荣耀 再一次 主我愿珍惜你给我们荣耀的 一同以感恩的心敬拜侍奉你 并等候你未来在主面前的大更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稍稍认识敬拜的真理 主当我们稍稍有一点认识 我们就在主面前惊讶也敬畏 因为这是何等荣耀恩典的一个呼召和侍奉 主我们愿意把一切的爱戴感恩送在现在主的面前 主我们更感谢你 你让我们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在集体的敬拜当中 不断地rehearsal 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大团圆的敬拜 和永恒的侍奉正等着我们 求主加添我们心里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 献上最后来荣耀侍奉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 谢谢 谢谢李牧师给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信息 非常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对我们敬拜 主日敬拜我们有一些新的看见 那个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 每一次主日我们早上可以带着敬畏神感恩的心 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 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 一起荣耀我们的神 好 那我们 首先我们报告事项之前 我们首先代表我们教会 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我看到有几位贴着表情 能不能请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在原地起立一下 我们用掌声欢迎你 好 欢迎你 欢迎你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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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后面还有一位 对 好 欢迎你们以后常常跟我们一起来到 我们当中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好 我们那个 就是一会儿也是在门口的地方也跟我们毛牧师也可以有一些认识交流 然后我们今天希望你们也能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教会也是第一次也是免费招待你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 首先我们是第四项 OK 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之后 如果我们都如果你有需要带导的事项 需要有带导的需要的话 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有长老牧者可以为你单独的为你祷告 然后我们第五项 第五项比较重要 我们今年这个会友的年度大会 就是AGM是定于4月23号 也就是下一个主日的下午午餐之后1点30分是在教会 这次是实体 我们已经有好几年都是在网上 今年我们决定是在实体 只是实体 OK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安排时间来参加这个年度的会友大会 我们一起共一起来关心神家的事情 那么有几点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就是我们会有可以就是我们这次AGM要公布的财务报告 是2022年的财务报告 还有2023年的财务预算 我们今天就是午餐的时候 是午餐的时候吗 对 午餐的时候 还有下一个主日的午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这个我右手边 这个小富堂这边公布 我们财务的长老档案会在这边 如果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马上就得到解答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会友大会的时候可以省一点时间 如果你就是都是会向会友开放的 你们都可以去看 是这个主日还有下一个主日中午吃饭的时间 然后还有两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次会友大会要选出两名 是会友当中选出两名是提名委员会的委员 提名委员会这个提名委员会是提名我们下一届的长老 所以不是提名长老是提名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要找两位会友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如果你知道谁对会友比较熟悉 那可以跟我联系 我这边有一个表格你可以填是提名委员 提名委员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 当然我鼓励弟兄姐妹会友可以参加会友大会 但是如果你有事情已经有安排了 那么你也可以填写在我们的网上 在教会的网站上有 然后我在Telegram也发过有连接 你们可以在网上填这个我们叫proxy form 就是委托人 你可以委托一位代替你参加会友大会 那请记住一定要你事先跟这位 你要委托的人去跟他联系 得到他的同意 不是说你随便填一个人的名字 就发给我 这个不是很好 就是说你跟他联系确认之后 我们也要求你提供对方的电话号码 我们也需要确认 因为这个是会友大会还是有法律的效应的 我们需要确认 好 这是会友大会 那么第六项 我们今天那个午餐的时间 我们是二月和三月 还有本主日 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是新朋友 专家我们的二月三月的新朋友 我们可以在兰教室 兰教室 兰教室是最小的一个教室 我们可以跟那个 你们可以跟毛牧师共进午餐 有一些认识 然后第七项 第八项 那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门徒造就的课程 一个是生命处查经 照样进行今天晚上八点 还有新生命课程 星期一晚上八点 然后我们的开心小组 是星期二 是第五次 希望大家能够 希望报名的能够继续参加 然后第九项 第九项这边是应该是印错了 第九项我们 长一会同意是过去这一个礼拜 然后到今天为止 今天为止我们是还是成鸟 还是可以成鸟报名我们的retreat就是退休会 是长周末 是五月份的长周末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段时间可以分别出来 我们一起可以在把这个生活上的 这个工作上的琐事放到后面 我们可以一起在邻里经历更新 一起也有一些休息 好 然后第十项是那个儿童祖日鞋 有一个募集这个乐高 Lego的这个零件 很小的piece 如果你家里有的话可以 可以拿来 给教会使用 是放在 放在图书馆前面的纸箱子里面 好吧 OK 好 那我们报告事项就到这边 我们大家请大家在原地起立 对不起 对不起 还有一个视频 对不起 对不起 请稍微做一下 还有一个视频 我忘记了 那个 请那个影音同工放一下 这个影音同工分 可以让我一下子 订阅我开始 好 大家好 大家准备 我们进行 我们进行 这下巴子 那个 我们进行 是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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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陪了快送你 咱美 神 你真好 你對我 真好 鼓起來唱好不好 God you're so good Oh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You're so good to me 我冒陀 我冒陷 能一切完全 我看耶穌的拯救 從來的眼眸 好 大家看到了 這是我們上一個星期六 是復活節 我們教會有好多弟兄姐妹去 Kennedy和Highway7的旺角廣場 傳福音的活動 感謝主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不是主 我們大家請 現在可以大家起列 我們請你牧師為我們祝福 我們一起憑著信心 領受上帝的賜福 但願那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和平安賜給你們 使你們藉著神的能力 大有盼望 所有生的兒女同聲說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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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請坐 莫導善會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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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